为何吞天蟒在塔底没事 难道她不惧怕陨落星炎吗 在最新的剧情中 美杜莎夺取了身体的控制权 现身岩浆事件 当得知自己身处险境后 美杜莎依旧表现得相当不屑 对着封印大打出手 导致她与消炎双双陷入了险境之中 而在美杜莎之前 是吞天蟒现身唤醒了沉睡的消炎 而塔底的危险似乎对吞天蟒并够不成危险 难道是吞天蟒不惧怕陨落星炎吗 从这次陨落星炎爆发就可以看出 陨落星炎的实力已经堪比陡宗强者 若不是学院有的阵法 苏千他们也很难将她再度封印 而吞天蟒虽然是远古异兽 承担起来会相当强悍 但她现在并不是很强大 最多也就斗王巅峰的实力 一个斗宗都无法奈何陨落星炎 更不要说吞天蟒了 她之所以没有受到影响 要老就是原因之一 在消炎未醒来之前 要老一直在用古灵冷火护持消炎 吞天蟒自然也是受到庇护 所以看上去 异火好像未对她造成影响 其次就是美杜莎 美杜莎可是货真价实的斗宗 她与吞天蟒共存一体 有美杜莎在 短期内吞天蟒自然无恙 不过她也不可能一直无恙 毕竟异火天生克制魔兽 时间一久 她自然也就扛不住星火的炙烤 只是美杜莎过于着急 本想在消炎面前装一把 结果把自己的第一次送给了消炎 也正是美杜莎的这个举动 让她有机会成为 斗气大陆上最高贵的女人 对此大家怎么看